肇事逃逸的黑色休旅車被燃停之後 引擎還持續悶燒 消防隊趕緊來灌救 但市駕將近400萬的BMW S6休旅車 車頭全毀 保險桿也撞掉了 前後車胎也爆了 駕駛剛剛嚴重肇事 車已經毀成這樣了 居然還開了6公里 才被警方攔下 一頭捲法的遊戲男子從巷子裡出來 原來車就是他開的 他還一眼茫然 但警方卻是從台中市區追到了大里 才攔下他 他開的車在京城路 連續衝撞了路旁的三輛轎車 沒有停車還一路逃 警方跟熱心民眾追了6公里 才在大里的樹網路攔截到他 可能是肇事的時候撞毀了水箱 引擎沒辦法散熱才悶燒冒煙 而車胎也爆了 輪圈直接摩擦地面 他還繼續逃逸 但這個時候駕駛似乎還在恍神 車開成這樣子還在開喔 我怎麼用用用用用用用 你自己不曉得 百萬休旅車這下得大休了 還得賠償毀損其他車輛的損失 警方將他帶回去 酒測直視零 駕駛表示是吃了感冒藥想睡覺 撞車之後又害怕才會肇事逃逸 先將他因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再查明確實原因 記者蔡小剛 詹品宏 連家信 台中報導